结束了摔跤狂热比赛的首场Smackdown节目中 兰迪奥顿执行了以雷尔之间的复赛条款 而就在兰迪来到后台伸展身体准备应战的时候 Quid Angle怒气冲冲的来到了他的面前 而本想尝试安抚Angle的兰迪 竟向对方表示会帮助他赢下世界重量级冠军 于是兰迪的火上添油立即为自己换来了一个耳光 但为了接下来的冠军挑战赛 兰迪就只能选择冷气吞声 暂时各自了以Angle之间的恩怨 你好欢迎来到绿眼睛频道 今天绿眼睛将为大家带来 传奇杀手兰迪奥顿的故事第六篇 在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和点击小铃铛 你的支持将是眼镜兄的动力 就在时任冠军雷尔登上擂台 并把大金腰带交到了主裁判的手中后 一直认为雷尔无法在正常比赛打败自己的兰迪 以一些挑衅为极强的动作羞辱了对手 并在比赛开始后率先发起了进攻 使出多个招式打击了雷尔 但就在一次失误中 兰迪被雷尔使出的剪刀脚摔倒在地 并在对手把自己绊倒在绳索上后 雷尔使出了大招Sex One Night 虽然兰迪成功做出了闪避 但还是逃不过对手快速的补招 并使出Sixenton将摔三代做得措手不及 随后就在雷尔将兰迪带回擂台继续比赛后 摔三代使出被击者反击了对手 并在利用索记减弱了雷尔的作战能力后 傲慢的兰迪开始一路站进上风 挫败了多个由冠军所使出的招式 但就在摔三代准备使出Fying Elbow打向对手的那一刻 雷尔却抬起了双腿 让出招的兰迪自食其果 接着再以多个高难度招式赏赐了对手 但雷尔的多番努力却换来兰迪一再的否决 并在雷尔登上神顶准备一夜而下的那一刻 兰迪飞出了一脚Dockhead反击了冠军 然而就在兰迪飞复体力 并准备使出大招RKO终结对手的时候 却被一脚突如其来的回旋踢破解了招式 虽然这时的兰迪依旧坚强的再次向对手发出进攻 但还是被雷尔的闪避导致自己撞向了柱子 并被对手有机可乘打出了大招Sex One Night 而就在兰迪向一名醉汉似的靠在绳索上后 第二招Sex One Night再次毫不客气的迎面而来 并在补上一招断头角后 雷尔向摔三代进行了压制完成了毒秒 就这样传奇杀手挑战失败 失去了再次汲取大金腰带的机会 而雷尔则向WWE宇宙证明了自己能够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 未免世界中央级冠军荣誉 结束了与雷尔之间的斗争后 兰迪便开始了以Quid Angle之间的不合 两人在2006年擂台之王首回合比赛中进行了对决 而摔三代则因为一些非职业行为触犯了条例 所以被主办方赏赐了60天的假期 于是这场对决兰迪注定成为落败的一方 比赛一开始Angle便让传奇杀手清楚了解 自己并非传奇而是一台无情的摔跤机器 很快便使出Angle Lock教训了对方 索性狡猾的摔三代在一个翻身后破解的招式 接着便向Angle的手臂进行重点攻击 试图减弱对手再次使出Angle Lock的能力 但身经百战的Angle很快便摆脱了兰迪 并在重新站立后再次将目标放在了兰迪的脚踝 于是兰迪努力做出挣扎 飞出一脚Dockit踢倒了Angle 然后再使劲粉身血树 继续向Angle的手臂进行肆虐 并在对手做出反击的过程中 兰迪将其狠狠摔下了擂台 但摔三代却似乎低估了眼前这位对手的能耐 即使失去了一臂之力 还是无法阻碍Angle出招的能力 指出Superplex将兰迪做出了报复 接着便在兰迪重新回到擂台后 步数的Angle打出了三连德式后犯摔 但就在摔跤机器准备以大招Angle Slam 终结对手的那一刻 兰迪却做出了抵抗 指出一记被击者回进了对手 但就在使出大招打向Angle的瞬间 摔跤机器一手拍下了兰迪 顺势扣向了对方的脚踝 以必胜乃力使出Angle Lock加强板 而被锁得痛不一声的兰迪 在经过了一番挣扎后 最终还是扶手称臣 选择拍向了地板肆意投降 可获胜后的Angle并不打算就此放过摔三代 一次就在主裁判宣布成绩后 再次对兰迪使出Angle Lock 而肩撞后的裁判立即做出了阻止 Angle这时也选择松开了对手 但就在这台摔跤机器复向了出口处 准备离开赛场的那一刻 似乎还锁不过赢的Angle 再次回头望向了台上的猎物 随后便恶话不说再次回到擂台 再再再一次使出了锁计Angle Lock 就这样被连续的锁计折磨下 兰迪被宣布因伤病问题 暂时离开了比赛擂台 解禁后的兰迪在回归了WWE后 加入了洛阵营 并向QuidAngle展开了报复行动 而这时已经转投ECW的Angle 则在ECW1910主赛场向兰迪给出了挑战机会 于是来到ECW主场的兰迪 在观众们的辱骂声中登上了比赛擂台 而Angle则恰恰相反得到热情的招待 在观众们的欢呼声中如英雄般进入了体育馆 接着就在两人的对决开始后 Angle便立即尝试使出Angle Lock对付兰迪 而兰迪除了要极力做出抵抗外 还必须面对现场观众们排山倒海的虚身 可说是倍感压力 随后战继主场优势的Angle 向兰迪做出了挑衅行为 示意让摔三代对自己的头部执行索计 结果兰迪不但无法成功 还反被Angle进行了爆摔 并再次掀起了现场观众们对他的羞辱声 而兰迪还是不屈不挠地继续自己的抗争 使出各项招式试图减弱Angle的作战能力 但强大的摔跤机器很快便找回了优势 使出三连德式后反摔献给了兰迪 并在破解了背击者后 以大招Angle Slam做出了反击 但吃下招式的兰迪却依旧否决了压制 于是在相亲父老门的鼓励下 Angle再次使出了Angle Lock 但却被兰迪迅速破解了招式 并连续给出了强而有力的攻击 而就在摔三代向其打出RKO的那一刻 摔跤机器拍下了对手 并锁定了兰迪的脚踝 使出Angle Lock加强版 就这样兰迪的复仇行动宣告失败 再一次败给了那可怕的索迹Angle Lock 虽然经历了擂台之王以及One Night Stand的势力 传奇杀手却没有因此而放弃对Angle的报复 并在接下来的复仇主赛场 摔三代再次挑战摔跤机器 就在这场恩怨的第三次对决开始后 Angle试图控制着比赛向兰迪发出了进攻 而兰迪却多次闪避了对手的攻击 导致不耐翻的Angle试图利用后翻摔打击对手 但在兰迪极力的抵抗下 Angle放弃了纠缠 并在对手来到台下后 使出得失后翻摔打下了兰迪 接着就在Angle将比赛带回到台上后 狡猾的兰迪偷袭了对手的眼睛 并在踢出一脚Top Kick后 将Angle再次送到了台下 向他光溜溜的头部进行了重点攻击 随后便利用索记困住了对手的头部 并不时的向对手做出有力的打击 虽然这时的Angle失去了主场优势 但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他 还是在兰迪登上神顶的那一刻 做出了反击 使出了多个爆摔 试图减弱对手的战斗力 可就在使出Angle Slam的时候 却被兰迪以背击者破解了招式 并向摔跤机器进行了压制 然而就在Angle做出否决后 兰迪准备使出RKO 但Angle却把兰迪推向了神锁扣 于是一向轨迹多端的兰迪便将计就计 拆下了神锁扣上的防腹垫 但一回头便吃下了Angle使出的连续8次后半摔 将传奇杀手摔得几乎不省人事 接着就在Angle将兰迪带回到了擂台后 摔跤机器锁定了对手的脚踝 指出了那令人闻风尚胆的Angle Lock 但已经多次尝试锁气的兰迪 并没有立即投降 还在一番挣扎后 以一个翻身将Angle直接撞向了暴露的神锁扣上 并在其转身后执行了大招RKO 就这样在经过了多番努力后 兰迪奥顿终于成功报复了Angle的耳光之仇 结束了与Angle之间的斗争后 号称传奇杀手的兰迪奥顿 再次搞上了另一位传奇中的传奇 他就是WWE延老级选手霍霍根 对就在2006年Saturday Night节目上 霍根回到了WWE 并向WWE宇宙展示了自己的漂亮女儿布鲁克 年仅18岁的布鲁克 不但拥有一头亮丽的金发 那俄罗多姿的身材 再加上热情奔放的表现 简直概括了父亲霍根的光芒 而面对着台上这位传奇中的传奇 再加上身边那位金发油雾 年轻气盛的兰迪 又怎么可能错过这个机会呢 于是摔三代打断了霍根的谈话 带着一朵玫瑰来到了现场 准备为美丽的布鲁克献上自己的心意 虽然霍根对兰迪并没有好感 并试图阻止他接近布鲁克 但情窦初开的布鲁克 早已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 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兰迪的玫瑰 而就在大家都认为 兰迪的目标是这位年轻姑娘时 狡猾的兰迪 切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 表示自己对霍根非常的尊重 但身为传奇杀手的他 不得不在接下来的夏日狂潮比赛上 向霍根发出挑战 于是在观众们的支持下 霍根接下了兰迪的战帖 预定了两人在夏日狂潮上的比赛 而兰迪是否能如愿以偿 战胜眼前这位最具分量的传奇 绿眼睛会在接下来的影片中 为大家一一到来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对兰迪奥顿的故事有所了解 欢迎留言与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